在當地時間週六夜晚 特朗普在賓夕凡尼亞州的集會 一開始就在台上開玩笑 表示連他自己都快要凍死 一大群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韓風中 仍然一大早就在門口排長龍 最終入場的高達4萬熱千人 這次集會是特朗普週一 在紐約出庭作證之前的最後一場集會 特朗普也有評論伊朗最新對以色列發動的攻擊 特朗普都說 把川普將來做總統 然後會全部停止 全部停止 而對於中共 特朗普就指 美國和中國已經在戰爭當中 美國在貿易上 必須對中國更加強硬 而美國總統拜登 下星期也將在賓夕凡里亞州拉票 希望爭取這個重要搖擺州份的選民